由新竹市企業界所組成的新竹市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 日前在新竹國賓飯店舉辦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中邀請到檢察官、律師、教授等專家學者進行專題研討 為犯罪被害人在司法制度不健全的環境下 提升被害人人權應有的權益 我們現在認為在立法上以及司法機關都不夠同理被害人 也就是說今天被告只要身體有病就無法坐牢 那被害人縱然你的小孩被殺了 但是你只要曾經被最高法院發回兩次 結果最高法院高原只要曾經判兩次無罪 你無法再上訴最高法院無罪確定 像書建合案 所以我們覺得為什麼台灣在法律制度上 立法機關跟司法機關無法平等地讓被害人感覺到可以還公道 才是真正正義的展現 不能還公道就無正義 這也就是蔡英文總統一直在總統府強調的正確的司法要朝公益努力 什麼叫公益 公道正義努力 所以我們現在協會的草案 就是參與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是裁日本的制度 也就是說我們有包青天的三個到五個的法官之外 我們還有五個的人民可以參與 那這個時候就讓這樣子的混合的協調的民意一起進來 尤其像遇到大型的貪污案件 或者是像鼎心這種案件 或者像學運這種對抗公權的案件 就由人民來決定到底什麼叫做正當的公權力 那什麼叫做公權力有瑕疵可以對抗 等等這才叫做國家之福 我們要往這樣的文明跟法治的提升 我們要開始欣賞被害人勇於報案 才能因此而提升台灣的文明法治 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往往讓嫁害人逍遇法外 也讓被害人或是家屬再次遭受二次傷害 因此新竹市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 每週五定期針對個案 協助法律權益上的爭取 最嚴重的事情就是說 被害人往往在法庭裡面沒有辦法陳述 幾乎都是加害人在陳述 所以我們被害人協會 最近每個月每個禮拜五的輔導案 幾乎都有法福的活動 那最主要今天我們也感謝飯堡協會 飯堡協會它是公部門的 它是屬於財團法人 那因為財團法人它是有一些法律的限制 來輔導這些被害人 那我們社團法人是我們一群 這些地方的一些企業大家來整合 那我們對這些被害人來幫忙協助 社會案件的發生多少和毒品危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有建於毒品的氾濫 飯堡協會新竹分會將結合地方法院 調查局 警察局 以及新竹市政府教育處等單位 將在9月12號到25號舉辦反毒活動 藉由主動初級和宣導 讓青少年學子了解毒品危害的嚴重性 這一年來除了服務犯罪被害人的人權保護爭議聲張以外 那今年更積極走出來 那主動協助社區 主動協助學校來進行反毒的活動 所以飯堡協會的新竹分會 即將在9月12號到9月25號在文化中心演藝廳的一樓 這邊大廳來舉辦反毒的一個宣導 那主動積極利用科技的模擬 讓整個小朋友們學生們了解 吸毒是一條不可以走的路 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人民期待已久的政策 也唯有政府持續朝著改革的目標前進 才能讓犯罪被害人期待公理正義的曙光 被大家看見 凱博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